今天来录一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快速获取陆军经验 钢铁熊一丝里面的民主国家开局是不能派这个志愿军刷经验 所以我们想获得这个经验只能通过训练来获得 首先我们开局有36个师 我们在编制里面把我们最大的编制找出来 它是12部 然后随便换一个图标 这样就能很快的把我们这个家里面有的这个最大编制全给挑出来 其余的部队我们可以直接删掉 然后我们根据自己这个枪的这个产量或者储量 来决定我们大概要多少个部队开始训练 我一般是拿4到8个池来训练 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实验 比如我现在凑出8个池来 其余的池全删掉 然后直接开这个训练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初始的训练经验是0.029 然后它会慢慢的往上涨 但是我们8个池训练 损耗的装备就会变得非常快 大概每天会损失快10把枪的样子 如果我们比较心疼这个枪的话 可以减少一些训练的部队 比如把这个池给它减少一半变成4个池 这样子我们这个每天获取的经验就会少一半变成0.016 反之如果我们留16个池的话 它就会多一倍 这边再说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一定要训练出城的部队才能获得陆军经验 如果是乌合之洞是没办法获得经验的 而且我们训练的时候部队受这个黄条影响 如果我们装备不满的话也是很难获得经验 我们这个每日获取的陆军经验数量会在训练中慢慢增长 直到9个月之后涨到这个峰值 好现在是1936年8月30号 我们已经训练了快9个月了 目前我们这个陆军经验的峰值 已经涨得很高了 已经到达每天0.13了 这基本上就是峰值了 它就不会再增长了 目前影响这个经验获取的只是我们的黄条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会消耗黄条 所以它会抖动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知识点 就是我们的陆军经验获取 会在我们连续训练的9个月之后到达一个峰值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如何对大化这个陆军演习的每日获取数 打开这个钢铁球因斯的危机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公式 它怎么讲清楚的这个每日获取经验是怎么算的 首先这个币就是我们的诗的银和支援联数量 比如我们的银是25个银 然后支援联是5支援联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币就是30 然后这边这个S它给我自动翻译成这个小号 其实它是S 它就是0.0015乘以62 这是个固定数值就是0.0093 然后这个C就是我们所有部队 以及训练部队的比值 为了达到100% 所以我们最好使所有的部队都进行训练 如果我们有10个诗 但是其中只有5个诗在训练 那我们就会成1分之1 然后下面是一些额外需要考虑的修正因子 比如他这个说的这个燃料缺不缺 装备缺不缺 以及这种步兵的训练时间 一般是受我们这个征兵法案的影响 因为在我们扩大征兵法案 按需征兵的时候 我们的训练时间会变长 这个反而会使我们这个陆军训练获得的经验值增加 不过这些对我们最终的经验值影响并不大 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好 这边公式给大家已经解读完了 大家应该知道该如何最大化这个陆军经验了吧 这边我们再来给大家实践演示一下 首先因为我们已经达到峰值了 所以没有必要再保持四个诗训练了 之前四个诗训练只是为了在达到峰值之前 能多拿一点陆军经验 现在为了让我们这个装备损耗达到最小 我们可以把其他三个诗都删掉 只留一个诗 然后我们的陆军经验获取会在短暂时间内 变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但是 他因为要达到这个峰值 所以还是会继续增长直到变成我们这个峰值的0.13状态 顶过了几个星期 我们这个陆军经验又变成了每日能获取0.13了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改我们的陆军师 改他的这个编制大小 因为刚刚说过了 他有一个因子就是这个 师的这个银数和支援链的数量 我们只要不行的加这个银数 他就会改变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部队是满装备的 因为这个没有黄条的话 是获得不了经验的 我们再加了一个银之后 他就从0.13的峰值变成了0.138 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个银 然后他很快就会从这个0.138变成了0.147 这边我们再给他加一个骑兵侦察分队 加一个支援链 因为我们这个后勤里面是有支援装备的 所以不会因为这个而缺少这个黄条 这样子我们这个陆军获取又增加了到0.158了 如果我们增加我们没有的装备 比如我们把这个防空炮支援链给装进来 但是我们后勤里面是没有这个防空炮的 他就不会再增加这个陆军获取经验 所以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实践可以得出 我们想让这些民主国家前期快速获取陆军经验的办法 就是从开局就拉几个师开始训练 训练到峰值之后我们再来改编制 把我们的编制逐渐改大 中途也是可以改的 只要我们有陆军经验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一直改到最大 但是改的途中记得要多复制几个师出来 因为我们待会可能需要这些21部或者多少部的这个模板 但我们可以白拿不少模板 但我们更改这个师的模板到最大模板之后 这个经验会随着我们这个人员装备的补齐而增长 慢慢补齐之后 我们就会涨到我们最大的这个陆军获取经验 一般在0.23每天左右 相当于我们安排了两个这个陆军参谋 0.23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我们想让他变得更高 还有办法 就是切我们的真兵法案 因为刚刚说过 这个训练时间也是一个影响因子 我们可以切到广泛真兵加这个训练时间 这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解除指挥权的话 他是能增加我们这个陆军经验获取的 之前版本里面是不能增加的 但是他现在好像已经修复了 但我上一次玩这个英国测试的时候还是不可以的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每日获得0.32 比我们0.26多了25%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个陆军参谋 都能把我们这个每日获得的经验拉得非常高了 这个基本是够我们这个美国用的了 这边再给大家讲第二个快速获取经验的办法 就比如用这个德国 我们在交战的时候 获得经验最快的办法就是用最大编制的部队去进攻 因为他是根据我们这个部队编制的这个大小 来算这个经验的获取速度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做这种21部的这个 就是前期去这个西班牙刷经验 我们前期一般可以给西班牙派 五六个这个志愿军啊 我们就派这种21部的部队过去刷陆军经验就行了 因为西班牙这个地方是有地区debuff的 没办法快速打下来 我们可以一直在这边刷 用这种21部刷的话 我们经验获取的会非常快 这边可以随便改几个试看看 然后我们这个部队如果黄条不满的话 也是可以刷很快的 他这个进攻的时候 和我们这个黄条没有关系啊 只要我们用这个高宽度的试进攻就行了 即使他是没有状态也是可以的 这边再变一些其他部队来测试一下 比如这些轻毯加蘑菇之类的 哇变成这种高宽度的试 然后直接进攻 他们现在是黄条不满的状态 看一下他这个经验获取的速率 还是一样的快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最高宽度去进攻就行了 关于这个刷将领特制的教程 我就不再给大家讲 因为我之前出过这个视频已经讲过了 不过我的视频一直没什么人看 大家如果比较想学这个进阶的打法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出的这些 进阶玩法教程啊 很多人希望我去炒冷饭 我看情况吧 如果以后哪天突然有这个性质的 就把这些冷饭翻出来给大家炒一炒